好,三之二,酵素 那我們先講幾個跟酵素有關的事情 酵素在我們生活中有什麼樣會用到酵素? 減肥,減肥,減肥,減肥 比較正常一點 做麵包會不會用到酵素? 酵素,小便麵包,還有呢? 酒,酒 其實我們會用酵素吧 卡樂多,乳酸菌 基本上呢,像做麵包啊,做啤酒啊,做米酒 這是酵素 好,那什麼酵素呢? 酵素的話,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今天中午我們可以做實驗 我們有講過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知道把白飯,白飯的成分是什麼? 糖類 它是一種澱粉,澱粉有沒有甜味? 有 沒有啊,吃白飯有甜味喔? 有 不是幻覺嗎? 不是幻覺嗎? 對,你剛剛吃下去是沒有味道的喔 可是你如果咬一百下,就會變怎麼樣? 就變甜甜的喔 這不是幻覺,這真的 為什麼變甜甜的? 對,因為澱粉呢,在你的口中呢 經過你的口水的攪拌 口水 好,明天會做的時間是收集全班的口水 好! 會變變態耶 然後喝醬汁 收拌就這樣子 好 好 來,澱粉 同學 澱粉呢,本來是沒有味道 哇,就是白飯,沒有甜味 可是你的口水呢,咬一咬之後呢 它就變什麼?甜甜的葡萄糖喔 有這麼神奇嗎? 有這麼神奇嗎? 對,有這麼神奇嗎? 有這麼神奇嗎? 有這麼神奇嗎? 不過其實真正來說是賣芽糖 不是葡萄糖 那沒關係,我們就先當成是葡萄糖 對 好 澱粉變葡萄糖 澱粉是澱粉,葡萄糖 這兩個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那為什麼它們會有這樣的改變呢? 好 因為口水可以做什麼事? 分解它對不對? 分解它對不對? 分解它 好,那我們用圖片來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 澱粉呢,如果你放在電子形容器上看 你用把它放大概一萬倍來看 澱粉其實它是一個一長串的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聚合物 它是一個很長的一串東西 有點像是那個珍珠項鍊 你知道嗎?一整串 好,那你吃它是沒有味道的 它這種分子 我們把它叫做大分子 通常這個上面有幾個呢? 以如果葡萄糖來說 以澱粉來說 上面是幾百萬個串在一起 幾百萬個串在一起 你知道嗎? 幾百萬個 幾百萬個 所以很長的才能串 就像說我們拿那個回紋針 我們把它串起來 就是一長串的 就是澱粉 那經過你的口水 你的口水會把它怎麼樣? 分解 一個一個把它拆下來 所以當它拆到一個小小的 一個小小的 這時候吃起來就怎麼樣? 甜甜的 甜甜的 好 滴滴滴 那為什麼你的口水 有這麼神奇的效果呢? 因為很口水 因為裡面有一種神奇的 神奇的魔法物質叫什麼? 你但是很不科學 叫做神奇的酵素 好 這是酵素 好,酵素 因為它有酵素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酵素 謝謝